快為金鐘50按讚 天天送5000 還有機會玩財經搖搖的抽6萬大獎 想在台北市停車可沒那麼容易 實際跟著公有路燈上的停車場標示走 卻開到私人停車場 5點至2點至40塊 一個小時就要掏4個10元銅板 但是林業市周圍的公營停車場 同個時段只要10元 假日晚上最貴也才50元 公營私營價差幾乎一倍 民眾若沒多加留意 只傻傻跟著停車場標示走 一不小心就成了原大頭 真的很像 分不太清楚 會搞混 因為我現在根本不知道 什麼是公家的 什麼是私人的 仔細看這根路燈上 同時掛有公有以及私人的停車指示牌 上面一樣都是藍底白字外 還有箭頭以及汽車圖樣 下頭則為白底黑字 外加停車場名稱 不過公營停車場 多印有專屬的台北市logo 但要開車族一眼認出 實在有難度 而除了停車場指引 大馬路上不少模仿標牌 也企圖達到廣告宣傳 要台北市議員採用綠底白字 就像是路牌的指引告示 讓選民知道他的服務處怎麼走 但這樣的方式到底行不行 路牌亂糟糟 台北市府卻多頭馬車 只顧分內業務 民眾難以分辨 等到停車時才發現是私人停車場 得多花一倍停車費 不想被誤導 想停工營停車場的駕駛 記得認明這個專屬的北市logo 這裡有關的參與方 台北報導